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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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大家好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GoGo對於循環經濟的一點小小的進程 我們把GoGo 很多人知道GoGo 認為它是一個電動機車廠商 沒錯 我們有在生產電動機車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們把我們自己的Mission點得更高一點 我們希望能夠做到一個更乾淨更聰明 而且永續能源的一個提供者 這個可能跟你現在看到GoGoGo不大一樣 接下來我花大概十幾分鐘的時間 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到底有些什麼樣的Business Model 怎麼樣來符合我們想要達這個目標 在這裡面有三個很重要的字 就是Clean、Smart、Sustainability 我今天從早上六點半從台北坐高鐵下來 今天的天氣非常好 但是今天的空氣不是很好 我小的時候天是藍的、地是綠的 我今天一路過來天都是灰的 這就是最大的差別 我們希望永續能夠給我們一個更好的環境 而我們努力在做這件事情 在這裡面提到三個東西 怎麼樣一個企業能夠做好我們剛剛想要做的結果 三件事情 第一個產品的設計 第二件事情商業模式 第三個我們也嘗試在做Sharing Economy 這其實跟剛剛前面幾位講者講的東西都非常類似 我們希望用最少的資源拿到最高的價值 這就是Circulation最重要的事情 Circulation Economy是把資源的價值提到最高 Google現在有四個business 您最常知道的是Smart Scooter 就是我們的電動機車 我從這邊做開始 為什麼我們選電動機車 台灣有2200兩萬交通工具 2200萬 800萬輛的汽車 1400萬輛的機車 這些 您知道台灣的PM2.5有多少來自於移動污染源嗎 就是這些會動的車子 23個Percent 剛才環保副署長 副署長在這邊 23個Percent 23個Percent裡面 你知道每一輛車提供你的多少的污染源嗎 機車 特別是機車 機車其實跟汽車一樣污染 你不要以為覺得機車比較小 它就比較小污染 因為機車的機車空間跟重量有限 所以它遲早的污染其實比一輛汽車還高 如果我們可以把這1400萬輛機車 置換成電動機車 我都會有個照片給你看 非常impact的照片 impactful的照片 是告訴你我們可以做 而且會對你身體健康有很多正面的影響 這個是先看到地球暖化的部分 二氧化碳 電動機車有沒有污染 有 我都要告訴你說 電動機車零污染 電動機車的污染來自於發電 特別是台灣 台灣有很多電是煤、天然氣燒出來的 好 在我們的計算裡面 你可以看到第一件事情 二氧化碳的部分 電動機車 因為發電產生的二氧化碳 是任何油車或者是汽車的一半 甚至是三分之一 而這個對你的健康不會有直接的影響 但是對地球暖化有很大的影響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紅色的部分 各式各樣的污染源 透過汽油車或汽油機車排放出來的 是幾萬倍於電動機車 因為發電而產生出來的污染源 這些東西就是為什麼各位每天上班 騎機車的時候要戴口罩 我現在在這會場 左邊放電動機車 右邊放電動機車 右邊放電動機車 不管是六期還是七期的環保機車 你把兩個都發弄起來 把油門都吹下去 十分鐘以後大家都會走開 你信不信 為什麼 因為它就是真正在製造這些污染 而這些污染就是為什麼 大家都很討厭的叫落邊污染 都在城市裡面 第三件事情 剛剛我們講講循環經濟的時候 資源的有效運用非常重要 所以這件事情可以告訴你 同樣一公升的汽油 發出來的電 透過電路轉換 衝到車子機車上面 可以騎一百多公里 而同樣一公升的油 放在汽車上只能開15公里 放在汽油機上只能騎50幾公里 我們要用有限的資源做更多的事情 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們公司選擇了做電動機車 在全世界透過兩輪移動的人 比透過四輪的人還多 要考慮整個South Asia的國家的人民 印度、中國 我們做了GoGo World 1 那時候第一次出來 2015年 非常的貴 我也老實講 非常的貴 但是它設了一個新的Benchmark 叫說有人可以把電動機車 做得跟一般的普通汽車 一樣好的性能 之後我們在2017年 推出了GoGo World 2 這台車子應該是現在全台灣賣的最好的單車款 包括了汽油車 之後我們在今年推出了GoGo World 3 GoGo World 3 是我們邁向國民車的一個更大的一個標的物 然後接上來我們9月底的時候 才發表了Viva 在3跟Viva這兩個車款上的時候 我們大膽的使用一個新的材質 叫做PP 我們在車身上採生用了PP這個材質 PP這個材質第一個它本身就是無毒的 第二個它是可以百分之百回收的 我們是第一個 可能是全世界第一個商場 把整個車身全部用PP材質 那這裡面有很多tangible的benefit 比如說車身更耐用 無毒更耐狀 不怕不好好清理 更重要它是非常非常的環保 那在這些東西之下 我們做到一個什麼樣的 好 我們想要賣電動機車 老實講 10%的電動機車的用戶 不是因為環保永續能源進來買 90% 我們的客人 不是因為環保這兩個字進來買 為什麼 因為所有在台灣 冠上環保之名的產品都比較貴 OK 你不會 除非你的經濟能力很好 你不會買更貴的產品 如果最便宜環保 最便宜的產品已經做環保了 你根本不用推動環保 大家都已經在用了 所以一開始我們不是賣環保 我們賣什麼 我們賣stylish 有型潮流智慧性能便利 這些每個人都想要買一個車子 希望給你的東西 但是你做到了什麼 你做到了 世界上你在騎的時候 它不熱 不吵 不抖 沒有排放 高效能 左邊 是我賣給你的東西 右邊 是你拿到的結果 更重要的是 在左邊 我們可以 讓你無法抗拒去購買這個產品 而右邊 因為你使用更乾淨的圓圓 而盡到了社會責任 這是我們想的東西 我們希望切忠消費者的需求 提供他要的東西 而每一個最後買了GoGo的車主 都會很高興 很驕傲地告訴他的朋友說 我替環保盡了一份力 這個是台北最有名的台北橋 我們叫做機車瀑布 每一天早上 從早上六點半 大概到九點半之間 上面一直下來的是 穿流不斷的機車的車流 這張照片 是我們在九月的時候 辦了一個機車 電動機車攻佔台北郊的活動 那個上面有1500多輛電動機車 當他們停在那個地方的時候 沒有噪音 沒有廢氣 沒有任何的汙染 這就是我們認為 如果有一天 台灣的1400萬機車 全部變成電動機車的時候 你們的家園 你的城市 你的巷口 絕對會比現在更好 我們希望有一天可以坐到那裡 今天我們有21萬6千個客人 在台灣已經使用GoGo的產品 而他們總騎乘里程數已經到了10億07百萬公里 非常非常高的里程 表示他們買電動機車不是放在家裡面供著 他們是真正拿來通勤 他們全部一起加總起來 減少的二氧化碳公斤數已經高達了8800萬公斤 這只是一個開始 我們還會繼續做更多 接下來我要講我們另外一個business 叫做 Energy Network 你買電動車 其實有一件事情 你是不想要去管理的其實是電池 剛才Dave他的演講裡面 有一個很好的例子 他問說你們要喝牛奶 你家裡要養牛嗎 當然沒有 大家都要喝牛奶 你不要養牛 那我想問 各位我想問一下 家裡有機車或汽車的請舉手 好 因為剛才我告訴你的 台灣有2200萬輛車 基本上這Penetration是90幾了 請問家裡面常備3公升5公升汽油的請舉手 沒有 如果是這個概念 你用汽油車 你不需要在家裡面備油 請問為什麼你用電動車 你要在家裡面自己充電 完全不必要 一旦你不需要去管理電池的時候 很多好事就會發生了 Google的business model 除了做一個很酷很強的車子 在我們的右手邊 更重要的是我們鋪建了一個叫做 Energy Network 我們的用戶當你沒有電的時候 就騎到任何一個換電站去做電池交換 45秒之內你就可以離開那個換電站 而拿到了充飽的能源 這件事情讓很多人愛上了我們的車子 因為他不用再擔心充一次電可以走多遠 在左邊是自由 你雖然有你的車子 但是在右邊的電池跟網路的部分是共享 是大家一起來享用這個能源網路 因此我們左邊發展了 前面講到智慧車輛 右邊我們發展的是智慧能源的網路 在台灣我們現在已經有1474座電池交換站 而在今年年底之前 這個數字應該可以超過1550座 我們的用戶任何時間點都可以從台北 非常的多的用戶天天在做這件事情 不是因為他們有旅遊的需求 而他們更想證明一件事 電動機車以及不如你印象中的 這麼的受到局限 我們在換電網路中的電池 一共有47萬多顆 而每一年到累積到位置現在為止 已經做了5500萬次的交換 每一天有15萬7千多次的電池交換 這是全世界最大最reliable 而且最聰明的電池網路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我們不是在你電池放下去的時候去充電 我們去抓到了 預測了你什麼需要換電 我們盡可能的用晚上的電力 用大家不用的離風時間電力來補充能源 全台灣如果1400萬的機車 全部換成電動機車 你知道會增加能源網路多少的負擔 電力的負擔是多少 各位有沒有一個概念 我們去算過兩個percent 兩個percent可以去除掉15%以上的移動污染源 而這兩個percent大部分的實際上用電 是在晚上是在各位睡覺的時候 所以對於白天的尖鋒影響其實是為之甚為 我們透過這樣的網路 我們不只可以改善每個人騎車的經驗 更重要可以節省能源減少空污 OK 我們現在在網路裡面有將近0.6GW的電池的總容量 而它可以在未來做一件事情 如果有一天我們的這些電池都放在這個充電站裡面 而現在有任何一個區域 它即將到達了它要跳電的臨界點 台灣現在政府的做法就是多蓋一座電廠 來滿足那個尖鋒需求 而但是我們的這些電池網路 是可以把它儲存在電池裡面的能源拿出來 釋放給電力網路 因此我們可以減少電廠的建造 但是去做到供需的平衡 這是我們希望有一天我們可以做到的事情 OK 這是第二個business 而很多人就說那你有這麼多電池 電池是不是沒有辦法回收 丟掉很可怕 製造更多的污染 完全同意 各位手上都有一台手機對不對 請問各位過去五年以來 你回收了幾支你的手機 舉手 你每一支手機都回收的請舉手 這裡面我相信是大家對於循環經濟最在乎的人 你有誰每一支手機都回收的 你手機的電池去了哪裡 沒有人可以給你舉手 因為電池是你的 所以你不care 在這個case裡面電池是我的 是Google擁有的 我很在意這個資產怎麼被有效的極大化 因此當我們的電池用了弱概念以後 它讓你騎機車不再這麼快 不再這麼有效的時候 我們會拿來把它 repurpose做第二用途 我會把它接到了UPS備用備員上面 我會把它接到Energy Farm 比如說風力發電後面 當作電力的一個備載量 因此我還可以繼續的使用這些電池 即使你不拿來用來騎機車 到了最後最後一天 它的電池整個生命週期的結束了 我接下來做的事情叫做Urban Mining 就是把電池裡面這些稀有的元素 再全部recycle回來 變成新的room material 再去製造式的東西 我們對於電池的管理 叫做端對端 end to end battery management 我們確保我們在網路裡面的每一顆電池 可以全部最終回收 而拿到東西的極大化 有了這樣的車子 有了這樣的網路 接下來我們想說 怎麼樣我可以讓它的使用效率更高 我相信今天沒有 全世界沒有一個車廠敢說 我可以dominate這個市場 百分之百的market share 但是如果我們想要讓這個網路更為普及 更重要的事情是 怎麼跟別人取得合作 所以我們不只生產自己的車輛 我們還把我們的這個重要的零組件 跟我們的電池這個技術 拿出來跟別的廠商共享 所以今天你可以在台灣買到 Yamaha的電動機車 使用GoGo的電池網路 你可以買到洪家騰的電動機車 使用GoGo的電池網路 我們讓這個網路裡面的每一個換電站 不只是服務GoGo一家品牌 我們讓它可以服務各式各樣的品牌 讓更多的人可以有機會 使用這個已經透過龐大的資源研發 製造出來的網路 而共同達到減少污染 增加循環局勢的目標 最後 沒錯 剛才其實有很多人在講說 其實我們不見得是要做線性經濟 我們應該要做循環經濟 有些人就只是想要用車 為什麼要逼他去買車呢 因此我們有一個新的服務 叫GoShare 已經在桃園開始了 概念就是 我車子放在街頭的任何一個公有的停車位 而透過手機 你可以很輕鬆地找到一台車 利用手機將這台車解鎖 騎上去到你要的目的地 之後還給我們 GoShare 是我們最新的一個服務 在這裡面 我們用剛才談的這個能源網路 用剛才談的這個電池 用我們自己製造的車子 用我們自己的軟體 把它全部捆綁在一起 變成一個另外一種端到端的服務 我們可以最有效地運用車子 而讓客人使用到最聰明 最好材料的車子 但是不用去擁有它 而整個對客人訴求還是一樣 我不是在講這個東西更乾淨 更環保更省錢 我告訴你是更方便 因為時間金錢很多時候 用錢買不到時間 所以當你捷運停止了以後 當你知道回程不能夠開車的時候 請問什麼是最好的交通工具 我們建議全台灣有1300人 都會騎著機車 在路邊找上一台 直接騎著它到你要的目的地 而透過這個東西 我們也可以去理解 人們是怎麼運動的 車流是怎麼發生的 而透過這些Trip的這些掌控 我們可以進一步的優化我們的電池網路 也可以去優化我部車的位置 讓所有的產品 在任何時間點之內發出最高的效益 我們剛剛講四個business model 從最左邊的我們的車子 到中間的能源網路 到左側的 我們把這個車子的 基本的這些元件拿出來 讓別的車廠 可以根據GoGo提供的這個solution 來做他們的電動機車 以示到最後的共享 每一個產品 每一個商業思維 跟每一個概念 都跟我們剛剛最講的 product design business model 跟sharing economy 有直接的關係 最後的1分30秒我要講 要做到乾淨聰明跟永續 它真的一點都不容易 更重要是要改變所有人的使用習慣 那更是十分十分的不容易 一個公司 我們希望把循環經濟這件事情 不只是當作一個概念 也不只是當作一個口號 在推動它 我們希望它是我們公司的DNA的一部分 當我們每次研發一個新產品 每次做一個新的business model 每次去想到 要怎麼樣能夠讓我的客戶更高興的時候 我們永遠把這個東西放在最前面 這樣你做出對客戶最有吸引力的產品 而他們將會跟隨著這個公司 跟隨著這個社會 一起達到循環經濟的最終目標 用最少的資源 創造出最高的價值 謝謝各位 好 非常謝謝各位前面長彭明依先生 帶來精采的演講